你转不过来的你就被淘汰掉了 所有一切境运都是我们的修学真上年 所以佛在经上讲 我们在此地修行一天 敌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在这修一天 你说这个环境好不好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是平平稳稳的 所以它虽然不退 它进得很慢 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大进大退 起伏很高 要进的话的时候 它超过极乐世界太多太多了 超不过来就大大地跌下去了 就跌到阿比地狱去了 所以这是大起大落 有它的好处在 你能够不怕的话 在这个地方修行 真的比极乐世界殊胜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世界固然有大起 但是大落的才多了 落到山徒 落到地狱 还是修行 山徒 山徒修什么 修忏悔 你要把你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行为 修正过来 一修正就离开了 那么佛给我们举例子 当然那个夜音非常复杂了 佛举的例子很简单 让我们好记 地狱是晨晦 你在地狱里受苦 然后知道 这是我成慧心变心的地狱 那我从此以后 不再发脾气了 不再成慧了 地狱就没有了 你就离开地狱 落鬼道是贪心 坚贪 你在那里受那种痛苦 想想 我从此以后 不再有贪心 只要把贪心放下了 落鬼道就没有了 就离开落鬼 畜生倒是一致 你说那个地方 是不是好地方 如果没有这些地方 你的贪嗔痴到哪里去断 我倒是帮助你断烦恼的 善道是帮助你 提升善根的 那么我们到六道里就知道了 六道通通才学习 学习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修行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那然后你就晓得 佛在经上讲 我们怎么样在人生的 使 丙 过去生中 所修的 五界十善 那你就知道了 到人道来要学什么 就修五界十善 五界十善 修圆满了 你就上身 升级了 像念书一样 我这个年纪我念得很好 下个学期就升级了 就这么个道理 如果这一生当中 五界十善 修得不好 修得不好 留极 留极是你来生还到人道来 还要修 就这么会死心 如果学得很差 造作很多罪业 造错了 那你就去到三土 三土上去修忏悔 要明白这个道理 升到天了 欲界天 欲界天里面修什么 要把欲断掉 要修上平时善 要修四无量心 慈悲息息 这慢慢天有二十八层 在一层一层的往上提升 现在年西方很多的学者 都懂得 都知道 这个人到这个世界来 是有目的 什么目的 来学习的 是来学习 但是 到这个世界来 是两种人 一种是来学习 一种是来工作的 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 没有两样 佛法一种人是 是佛菩萨 硬化到了度众生的 那他是来工作的 另外一种人呢 那真的是来修行 来修行 提升自己 那这个就是来学习的 所以学习没有止境 深深事实 永远都在学习 哪有道理面 都是在学习 这个道理 跟四十真相 不能不懂 所以你要是会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都是转自己的境界 帮助自己向上提升 那么我们对听了别人的话 就会怀疑 这个这个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造谣生死的很多 也有很多人听了之后 退心了 不再学佛了 侯宽现前这个世界 好事 难了 比什么都难 好人难做 所以我们明了 真正的善与不善 在自己 与外面人不相干 与外面境界 也不相干 只要自己能够如入不动 尊守着佛菩萨的教会 依教奉险 自己肯定有成就 底下第七个问题 做不到地自规 仅一句佛号念到底 如阿摄氏王 请问这样能往生吗 阿摄氏王做到弟子规了 阿摄氏王没有做到弟子规 但是你 你不是阿摄氏王 但为什么呢 你没有做过往 你今天做过往 也杀父亲杀母亲 造种种物业 最后回头向上 有一点像阿摄氏王 你不是啊 阿摄氏王一回头 不但弟子规圆满了 念大臣菩萨界 华言的尽心平通通越满 能做过往是大福报啊 深深世世修行的 一时糊涂啊 他也是来实现的 所以我受佛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菩萨实现 实现教我们一转什么事情 都是老四来跟我上课嘛 教我们不要瞧不起 做我的人 他无我不做 但是他一回头的时候 中国谚言语所讲的 浪子回头经不换 他那个回头是真回头啊 勇猛精进的 那一般人没有法子跟他比啊 你怎么能跟阿摄氏王比 所以好好的去学弟子规 没有学不到的 弟子规学不到 不要紧 为什么呢 你还将来生还要学 来生学不好 后世还要学 哪一世学好之后 从这个才往上再提升 学不好的时候呢 老留急啊 如果卧室做多了 你来生还要到山土去 你 是我 应该 词